家燕姐你好嗎? 李大師,又到星期六了! 聲音打開天界創作智慧好情 無求是真心中封城自在有本靈 家燕大師行運收 是啊,歡迎大師 你好 好快了,一個星期了 是啊,很掛念你 大師,我也掛念你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一些飛融的問題 很多朋友都打電話給我 很多東西都想請教大師 我說可以了,下個星期會講的 飛融特別是貼身 我以前也曾經請過飛融 第二天我和家人都不想用 為什麼呢? 他經常打電話 打電話沒問題 但我們發現他打電話 是打給他前度的男主人 你想想一個飛融有前度男主人的手提電話 而且跟他講得很長氣 我已經覺得那種有曖昧的感覺 這個很可怕 這件事是不是已經不妥了 通常跟女主人有電話 當然啦,怎麼會給男主人呢 這些我們做太太就很擔心 而且一般現在香港 我坦白說 很多廚房的確是製造一些 叫做桃花陷阱 什麼叫桃花陷阱呢? 譬如我們煮的那個座 那個座就是代表女主人 其實飛融來了 去取代女主人 經常在一個座上煮飯 其實已經是代表了那個女主人 是有少少失去了她老公的愛 所以不斷有時 作為一個太太呢 扮東西都進去廚房做個公仔麵 噴兩噴都要霸一霸 那個座 或者來不中呢 都拿一霸去買那個座 那個座是代表女主人的 而一個嫁不出的女仔 我不要說誰了 記住 你家裡可能你是很少煮飯 還有你沒有用過座 座就是代表嫁得出去的 所以你快點在家裡煮多點飯 還有呢 搞好家裡的座 如果沒有廚房的呢 即興是無法嫁 或者無法嫁 以前有個電視台的編導 我幫她看風水 她是媽媽好的 因為有兩層樓 看到她單身 又多一些書本 反正她還未結婚 所以就把廚房取消 把所有書都放進廚房 跟著呢 兒子你來我家裡吃飯就行了 你的廚房不用搞了 最後三十幾四十歲都無法嫁 女朋友都沒有 移民到加拿大呢 加拿大正常有回廚房 三個月就遇到女朋友 一半年就結婚了 所以原來一個廚房 是對一個家庭那麼重要 好了 那你既然請了菲蓉 菲蓉就霸佔給她廚房了 記住女主人不斷移 都要搞搞做 都要當做是你自己 千萬不要被菲蓉霸佔了 那我再講了 因為上一次我們會講到 譬如請菲蓉 要小心她是什麼 當然呢 乾不乾淨 有沒有偷東西 但又有一點就是 有沒有去搞自己的先生 怎麼預防她 有些是整個比較 挑撥啊 有些挑逗性的菲蓉 怎麼看相 如果是那些就不請了 看相那些更複雜 通常來說 看她漂亮不漂亮很容易看 那你要看她有沒有 勾你的老公那樣東西 就更複雜了 為什麼呢 第一你要看她眼淚 眼淚水 眼淚水汪汪的那些女性 就會勾搭男士 那這件事 你的功力是否看得到 難的 是啊 不知道 方位你又不行 方位行不行 我有一件事 我看得到就是 我爸爸 七十幾歲 那時候請了一個菲蓉 但是菲蓉 整天呢 那件衣服 吊了一個胸胃帶出來 這樣就直接有事了 那些人你看得到 那我們就說 喂 不行啊 你那個浩人家 你會不會浪漫 嘻嘻嘻 那就是 她對著我爸爸一個嘛 嘩 那很危險 很危險的 為什麼呢 她可能就是拿封禮事 對 小小的又是 又跌一跌 哇 那是很大件事 家裡經常上演 四級 二至三級半的電影 那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防她 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方位上要知道一下 比如說 如果逢親菲蓉在家裡發生問題 都是因為他們睡覺的位置 已經霸佔了你家裡的男主人的方位 西北方 或者霸佔了女主人的方位 西南方 所以現在要適用一點指南針 你現在用手機就可以了 手機裡面有指南針 那你有一點點常識呢 你就去那個房間看看 是不是她睡了在 那個女主人的西南方那裡 就是說如果她的房間 她睡了在西南方那裡 那她睡了在女主人的房間 菲蓉睡了女主人的房間 那就是大件事 你明白嗎 那就是去做女主人 如果她睡了男主人的房間 代表她也是 搶了你老公 你老公進去睡她的床才舒服 睡你的床才舒服 因為西北方是代表男主人的嘛 但是如果萬一剛好菲蓉那個房間 剛好西南方 沒理由我自己去睡的嘛 那所以現在屋子的風水就有問題了 我們會很擔心 就算她是一個醜得不得了的人 她未必會勾搭男主人 但是她睡了在皇帝的位置 是不是這個菲蓉惡到死你 你無法駕馭呢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睡這位置就麻煩了 一般我們看家裡 這個是第一大忌 就是如果菲蓉的房間 是躺在西北或者西南 西北 那有東西很容易的 你在脫房的位置那裏 拿個字 看看那個菲蓉的房間 是不是在西南 或者西北 只要是這兩個位置的說話呢 都是代表你的菲蓉難搞的了 那那個房間都是進去 就做皇帝 不是做皇帝 是做皇后 那就是說 就會麻煩了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很多有錢人 請菲蓉呢 通常住屋子 住屋子 所以呢 他們呢 就想一下 咦 都整間房給他 反正天台 可以整間那些獨立屋 那些天堅 搞定 被菲蓉在天台裡睡 大件事了 那個菲蓉睡了在天台呢 一看 原來就是睡了去 去出人房的上面 原來就是騎著他 然後晚上睡覺呢 他就睡在那裏 上面的菲蓉就睡在上面 你明白嗎 反而更差 給菲蓉呢 就押著他 那這件事 通常現在有錢人 很多人呢 怎麼搞不掉菲蓉的原因 是因為拿了天台 或者上面那層 給菲蓉睡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不會給菲蓉睡在上面那層的 通常是睡在我們下面那層 而且下面的 也不會是主人房的直接下面 因為如果你是主人 你睡在那裏 無論怎樣你都是主人 你就不要在直接 你下面那層那個房 就給菲蓉睡 這個也是一個危險的 我曾經看過 九龍台的一家屋 我一進去看的時候 就記了 那個西北方 即是男主人的方位 就是缺了個角 缺角 代表男主人會走人 他缺角沒關係 他還有一條樓梯 那條樓梯 我看一下去哪裡 原來就走到樓上 就是菲蓉的一間房 那就大件事了 後來我就問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老公走了 走到哪裡 原來菲蓉 兩蓋到蜜月 走了去飛 回大陸 哎呀 於是就證明到原來西北方 整條樓梯 是代表男主人會走人的 那條樓梯入了菲蓉房 他真的跟菲蓉走路 所以這件事 令到我們風水師 都受到教育 原來一個幸福的家庭 現在香港 是菲蓉都是一個風水 因為他很貼身去照顧你們 在家裡其實什麼都會有關聯 所以菲蓉請得好不好 是整個家庭影響很大的 我們在玄學上面來說 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如果你想請一個菲蓉 是很貼身來的 就是盡可能 太太吃的東西 就是變了 因為你管他 就是你是他的頭 你是他的頭 你就最好 女主人 是戴一隻戒指 在食指上面 戴一隻戒指上面的時間 就變成你可以指著他 因為食指就是指人的 食指 戴一隻戒指在這個手 那就可以控制到菲蓉的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另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有些菲蓉 很煩 就是經常都跟你不配合 你想配合一些 就盡可能食物大家類同些 那就都容易韓服那個菲蓉的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就是在這個自己本身來講 是去申請這個菲蓉的時間 記住 用一個吉日去 將你那個菲蓉的表格 是對進去政府 或者是叫菲蓉公司 是選一個好日子 去進行你這個file 這個真的是最好的方法 通常我們 跟有錢人說 他們請菲蓉 一請他們請五到十個 通常我們一定要指明 哪一天遞信 即是那天很重要 所以遞信那天 或者申請那天 是最重要 那遞信那天 其實就是大師你那些通信那裡看到的 大家都知道的 知道的 好日子 現在都普遍 上網都可以的了 上網就是今天吉空日 都回答你 好了 另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 他來那一天 來了香港的一天 都指明那天是吉日的 譬如你進來 等於你都知道 搬屋 每件傢伙進屋 都要知道選吉日 那你的菲蓉來到你家的時候 那天是大空日 那你怎麼可以讓他進來呢 所以你是不是都要選好日呢 所以我們玄學就很重視 為什麼呢 所謂吉日 就是宇宙磁場最和諧的 大空日呢 就是宇宙磁場 大家雙衝的 那你雙衝那天 菲蓉來 那你想想菲蓉 怎麼會和諧 怎麼會好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很重視 菲蓉第一步踏入你家 是不是吉日吉時 如果吉日吉時 我們就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這樣來的 明白啦 家縣大師行運show 好了 繼續回來 家縣姐和大師 一起去到說說 這個容工的問題 因為容工 對我們每一個家庭都重要的 有時候 譬如父母上班 那些子女就交給容工去看 他們吃什麼 照顧什麼 或者老人家 都是的 所以請容工 我覺得 真的我們要選最好的 譬如家縣姐你要火 請菲蓉是ok的 是 印容 我們說印尼 印尼是火土來的 菲律賓是火 直接是火 所以譬如你 舉例 譬如你家 你老公又是生於夏天 老婆生於夏天 那你都不用請菲蓉的 為什麼你請菲蓉呢 一定會吵架走的 一定會不開心的 為什麼 因為菲蓉是屬火的 所以你就要請印容 印容 就是火之中有土 就是在射之 所以菲蓉和印容有分別 有些人喜歡請內地的容工 有些內地下來做的 那個是屬水的 所以就一定要識分 所以菲蓉裡面 你都要知道 菲蓉是傾向於好火的 所以如果你家人很多都是 我最近有個個案是這樣 就有一個媽媽 他在冬天 他就要請菲蓉 那就沒事了 請菲蓉請得很好 那有個兒子 就夏天出生 就外國回來 一回來 就跟菲蓉吵架 那理由就搞到要打架 就突然問到我 一問到我 我就不用說了 拿個八字來看兒子 因為兒子是火多 菲蓉是屬火 兩個人就不合了 就是不簡單 所以一路下來 那來媽媽水多 就是冬天出生 那他就喜歡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菲蓉 所以菲蓉就沒事了 所以其實菲蓉是火來的 所以我們香港人 其實就是 一路下來香港人都是火多的 那引進了菲蓉下來之後 菲蓉就很有趣 每個星期日就佔中的 就是中環 就全部都在那裡 那其實就是火中帶火 所以其實 其實對香港不是那麼好的 那其實應該侵了其他人 所以侵了印庸 就好些 侵了其他地區的庸人 其實香港好些 其實香港不是很適合 以我的展見 娛樂的見解 其實是不適合全面請菲蓉的 那我想知道 譬如說 國內的熔工來 那你說熟水的 譬如我是 你就不適合了 因為你本身是木多 那你需要用火來洩下你的木 所以菲蓉呢 那那些木呢 都要一些水來的 不好啊 你太多了 你還給水去 生旺了你的木 你的木太強的時候 刻住你的土 你出生那天是土 所以就不可以木太多 哦 那你這個案子裡面 就不可以請大陸的菲蓉 不是大陸的菲蓉 不是大陸的菲蓉 所以其實 又有分別 你請菲蓉呢 菲蓉是代表火 火來講 最好其實你是請三個 你一向是請幾個 兩個 兩個 其實你是請三個最好 三個是代表炳火 剛剛可以洩下你的木 所以如果你可以請多一個 最多我贊助你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有見證嗎 哈哈 李大師贊助 贊助 好了 另外四個呢 就是代表 丁火呢 都可以的 但是你五個就不行了 你原來不請五個菲蓉 哦 所以原來三個菲蓉 當然就是最好 那就再上一層樓 是 那 好像我想請教了 因為最近大家都看到報紙 有個傭工是印度來的 印傭 他呢 他呢 就把小朋友殺死了 是 好 誤殺的 令到他窒息 哇 好小時候 爹地媽媽哭得不得了 是 印度來 當然 因為他是印度人 所以他就請印度來的用工 沒錯 其實印度那邊是屬什麼的 印度呢 也是火土來的 哦 這個地方又是很熱的 哦 你知道印度人熱到怎樣呢 熱到呢 就是要在面上 要吹個孔 然後加一個金的轉環下去 是 其實就是補金 那印度人呢 又是熱到怎樣呢 就經常塗香水 是 就是來蓋那些體臭 是 也是用水來經常塗自己的身體 所以印度這個地方 基本上的溫度也是熱的 所以基本上印度呢 和印度 這個新加坡 這個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尼 印尼 全部這些都是火地來的 火地 泰國都是 你看太陽都是火來的 所以全部都是火 那所以 如果你本身是 要火的人呢 那你就不用想了 這些一定適合你了 如果不要火的呢 是傾向於喜歡 是用大陸的用工 或者你就算請菲律賓那些 很自然你會選一些冬天出生的 就不選一些夏天出生的 那所以 在她那個 剛才我 我在上一輯教 永遠就是女主人的六個月的 前 或者後 那個月份 你就告訴那個 就是介紹菲律那個公司 你幫我選 我一定要跟我爭六個月的 我就請 如果不是六個月 我就不要了 那她有了這個方向呢 她就幫你掃了第一輪 然後呢 你才上門的時候 才看那個面相呢 那就十那九韻了 嗯 那這方面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 我之前有點麻煩 那時候 不記得請教啊 大師 現在這個呢 你說這幾好的 不過又多了一顆馬 那我就很矛盾了 是 因為我的菲蓉呢 就是因為不知道 是不是有那個桃花石 就是一個架一個架一個 那現在這個菲蓉 真的有幾漂亮的 那她 我剛才看到那個 是啊 那個是你的菲蓉嗎 是啊 我以為香港的小姐 下任 哇 這麼漂亮 那你說她有顆馬 可能影響她的婚姻 那我當然想喊她 她就脫掉了 那她剛才那個 是你的菲蓉嗎 是啊 我以為下界菲律賓小姐 哈哈 她剛才那個菲蓉 我拿一拿 我已經覺得幾漂亮 但是她面上有顆大蜜 那顆蜜呢 就是代表著什麼呢 是 是 就是代表她喜歡哪個男生都 那男生都被人搶了 哎呦 那就是說呢 她作為一個菲蓉 就她的桃花呢 是暫時受制住了的 好啦 如果她的那顆蜜 有一天脫了 是 那她就搶手都不得了了 立刻嫁得 那你又將菲蓉嫁出去了 所以我就問問了 你又薛家宴的婚姻介紹所 是 菲蓉婚姻介紹所 所以呢 你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呢 就是不要幫她脫那顆蜜 那她就永遠喜歡的男生 這個男生都永遠不行的 買個筋 她做多兩年先 她挺好的 真的 但是這個菲蓉 這個蜜呢 是有一個問題的 是 因為她的牙齒很容易暴露出來 而且很整齊 是 是代表她的人很outgoing 就是她很主動 嗯 變了她很主動性地 會是認識男生 所以這個菲蓉呢 真的 我想你一年之內 真的一分鐘嫁得出 哦 所以這件事你留意 是 是 小心點 如果你不想去嫁呢 那你就不要給她這顆蜜 另外 我想你 你要把她鎖在家裡才行 哇 你的菲蓉真是很重要 不是啦 不想讓她嫁也不是那麼好的 她們怎樣都要生育女 我的菲蓉不知為何 一結婚 每個都要生很多 都說你把紫水晶 放在菲蓉的房間 索性以後 不如你房間租出來 誰還未嫁得出 那你就去菲蓉的房間睡一睡 我現在申請了很久 斯敏呢 已經兩年前就說 姜姐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屋子那裡住啊 斯敏啊 我最近看八折看了整晚 皺了一晚眉頭 也是啊 她的性格太強 變了有男生來 她就要駕馭男朋友 那男朋友來呢 她有時候又不夠力去接那個男朋友 終於現在我下了劑藥給她 今年年尾呢 有一點拖髮先 那應該三年到五年之內嫁得出 哇 2020年肯定嫁得出 不是太久了 哈哈 所以斯敏呢 是一個難搞的八字來的 哦 那佳燕姐 其實你考慮一下 將你的菲蓉的房間 給她去睡吧 但是你的屍水精 不要拿走啊 哈哈 好啦 今天時間也都差不多了 在這裡呢 要謝謝師傅 多謝 謝謝大師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